大家好,今天是2月26号 乌克兰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基辅保卫战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另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进行了跌波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所以整个局面非常的鼓舞人心 乌克兰昨天晚上经历了一个最惨烈的晚上 因为普京下令在这个晚上一定要夺取基辅 建立他的傀儡政权 但是乌克兰,包括乌克兰的总统泽林斯基 把附近的计划彻底的击溃 彻底的守卫住了基辅 人们欲学奋战,失明都加入了反抗的行列 我们看到很多的敌人的飞机给打了下来 很多的敌军的坦克比导弹给打下来 或者是比燃烧品给燃烧起来 所以说整个基辅人民还有乌克兰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 把敌人的进攻全都给打败了,击溃了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消息 根据乌克兰军方公布的数字 有3500个俄罗斯士兵被打死 还有他的几百辆的坦克战车也被击溃 更多的一些飞机、大炮全都也是被乌克兰人民 比乌克兰的军队击溃 所以战果辉煌 这一切实际上就归功于乌克兰人民 他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 有一句话叫做天助自助者 这次在乌克兰身上表现了出现 首先是乌克兰的总统泽林斯基 他在前天的时候 美国就叫他赶快离开基辅 就像阿富汗的总统一样 在这没开始就跑了 因为主帅一跑的话 对军心、对士气、对民心影响太大了 所以泽林斯基他就说 我绝对不会逃 我一定要跟基辅人民在一块 我一定坚守在基辅 所以他通过推特视频 发了很多的一些消息 就说他一定要死挺在基辅 他要坚守在基辅 这样的话大大的鼓励了乌克兰的人民 所以泽林斯基一下变成全世界人 最中心的、最热爱的一个领袖 他是真正的一个总统 总统就是要服务全国人民 全国人民最危险的时候 必须要跟全国人民在一块 所以他坚守在基辅 他的精神极大的激励了乌克兰人民 让他们澎发出无比的勇气和毅力 最后打败了敌人 打退了俄罗斯军队疯狂的进攻 泽林斯基他的形象现在是越来越好 而且更多的国家也愿意来援助 根据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他说在前天的时候给欧盟的这些领袖打电话 尤其是给德国、法国 那德国的那些官员们就毫不客气 他说你们国家几个小时就完蛋了 现在援助啊 所以必须要援助 那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宣布再进行3.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呢 在过去一年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这些援助呢 包括飞机大炮各种的弹药的支持 另外呢 比利时宣布要给乌克兰2000机枪 3800冬油就是燃料 德国呢 这个是大家最失望的一个国家了 他在前段时间只捐了5000多个头盔啊 简直是玩这个游戏一样 但这次呢 就连德国呢 都宣布要捐1000个反坦克导弹 和500个毒刺式的低推空导弹 还有捷克 荷兰 波兰 就是乌克兰的这些邻国啊 他们也枪支弹要远远不断的输送进去 那泽林斯基也不断的发推感谢 给他援助的这些各国的总统 那这些行为呢 极大的激励了世界各国呢 来支持乌克兰 因为泽林斯基也说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 愿意帮助乌克兰的人呢 你赶快来乌克兰 就是说他呼吁国际志愿军来 那国家不愿意参战 那些志愿军呢 可以来参战 志愿军呢 来加入 来共同保卫乌克兰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像北约的一些 特种部队啊 实际上都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来进入 当然呢 看这些西方国家的领袖 有没有这个主动性呢 当然呢 昨天的时候 北约呢 已经启动了他的快速反应部队 他是有所准备 整个的局面呢 对正义一方 对乌克兰一方呢 现在形势越来越好 这个最关键的就是 你自己啊 要自强不息 你自强 才能赢得别人的援助 你自己自助 才能赢得别人给你的援助 天助自助者 这个道理呢 再一次的给我们讲清楚了 那这个也用在台湾的身上 台湾呢 总统蔡英文 在一段时间也说了 我们自己的强大 才能呢 赢得朋友的尊重 才能联合起来呢 来对付强敌 那乌克兰这次表现的是非常的好 乌克兰击退了 俄罗斯疯狂的进攻 打乱了普京 第一套计划 就是很快的来占领基辅 推出他的傀儡政权 这个计划全都给打乱了 普京呢 非常的恼火 他现在已经下令 全方位的来攻击乌克兰 对乌克兰呢 今后的局面 也是不容乐观 但是呢 相信在西方各国的帮助下 在乌克兰人民 这样一种羔羊的斗志下 乌克兰人民呢 终活胜利 这一点呢 是确定无益的 另外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现在是更加的加码 尤其是swift 现在西方各国呢 基本上达成共识 前段时间呢 就是意大利 匈牙利 少数几个国家 不愿意 把俄罗斯踢出去 现在呢 各国的领袖 基本上达成共识 要把俄罗斯 从这个swift给踢出去 踢出去之后呢 他只能用人民币 开始结算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 现在俄罗斯呢 就仅仅以欧元和人民币在结算 美元呢 他现在已经不敢结算 因为美国呢 在金融方面 基本上已经跟他彻底给切断了 那现在呢 跟欧盟还有些联系 那如果把他从swift给切除出去之后 他只能用人民币结算 这样的话 俄罗斯和中国呢 狼狈为奸 他们还能继续的勾演残喘 但是西方各国绝对不跟他交易 绝对不跟他输血 所以普京呢 这是自己在找苦吃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中国 在这个时候就会成活打结 因为中俄议体要改变世界版图啊 这是最新发展的一个国际形式 这个事情在我的自媒体上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尤其是在奥运会开幕那一天 中俄两国发表中俄联合声明 这个声明呢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很多人在那里乱说说 中俄之间呢 有很多矛盾呢 但是他们不知道 国际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体人 但是有永恒的利益 只要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两个国家就可以结盟 现在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 在对付美国 对付西方上面 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 另外呢 他们在各自扩张 各自的政治版图方面 利益也是完全的一致 俄罗斯一定要向西拓展 要把欧洲的一半 划分他的势力范围 而中国呢 一定要向东扩张 要突破第一岛链 对点上呢 他跟俄罗斯是完全的利益一致 所以两个人呢 两百位间结为一体 那最近呢 以来的发展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呢 在联合国 那也是中国呢 支持啊 昨天呢 联合国案例会 有一个决议来谴责俄罗斯的 结果呢 中国就是弃权 另外中国呢 给所有的海关 下了一个通知 就是所有俄罗斯的商品 要敞开大门 让他们尽快的交易 就是给俄罗斯数学 然后我们知道在奥运会 那天呢 签了二十多个协议 这个能源呢 农业啊 工业 所有的这些产品的交易 就是给俄罗斯数学 就是解决他 比经济制裁之后的后顾之忧 另外最重要的是 中国呢 已经宣布要在南海 进行军事演习 虽然呢 这个军事演习是三天时间 但有可能延长 习近平呢 他现在完全学习普京 这次乌克兰的战争呢 习近平从头到尾 一直在学习普京 普京的这个打法呢 跟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呢 学到了太多太多 他以前从来没有过 学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普京呢 他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就给北约 就给美国 提交了一个需求书 同时呢 他不断的增兵 刚开始是十万 后来十几万 最后将近了十九万 大兵压进了 压进的过程中 然后不断跟北约 跟美国谈判 最后呢 他不谈判了 然后把这两个地区 先宣布为独立 然后以这两个地区 造出准族魅诀啊 这个礼求 直接派兵进入 然后又说这个乌克兰呢 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乌克兰的总统是个傀儡啊 是一个毒贩等等 这些礼物呢 全面的侵入 那现在习近平呢 就要模仿普京的这些招数 他呢 也是啊 要大兵压进台湾啊 在这个台湾的对岸 要派飞机 要派军队 大兵压进啊 现在呢 这个军事的部署 还是比较少 估计呢 在一两个月之内啊 会派很多的军队过去啊 另外在台湾海峡里面 派很多的战船啊 他的所谓的一些海上民兵的船 全都布满 然后南海啊 他要频繁的进行演习 这个过程呢 就从现在的这 围棋三天的军演开始啊 然后持续到这个二十大 二十大前呢 他估计不动 二十大之后呢 他要正正的动手 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截击啊 也有利于他的权力的稳固 因为他现在对外呢 形势这么紧张嘛 内部啊就会恐固他的权力啊 所以说他现在啊 动用大部分的军队 大规模的军队啊 来进行大兵压进台湾 这个呢 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 尤其他从普京那边 就学到了这个招数 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啊 未来的一两个月呢 那更多的中共的这些军队啊 会在台湾海峡的对岸 台湾的上空 台湾的前后左右 这些海域啊就出现啊 然后进行大兵压进 然后对台湾政府形成压力 然后呢 首先他是想促进台湾政府的变化 让里面通过呢 投降的骨头软的呢 产生分化啊 然后在大选的时候啊 让这些中共的代理人 软弱的人能够当选啊 所以说他现在加快啊 军事压力 这是很显然的一个决策 然后在20大之后呢 他就有可能啊 马上进行武力侵台 我在俄罗斯要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情上呢 提前一两个月就预判到了 很多人不服啊 最后赌输呢 赌输了还给我交钱了 那在侵略台湾这件事情呢 同样我也可以提前预言 很快 超乎人们的想象 但不会在20大前 在20大之后 很快会来啊 从最近这个态势 因为我如果是习近平 我也肯定会现在打台湾 因为这个机会欠在南方 大部分的西方美国的精力 都吸收到了乌克兰 吸引到了乌克兰去了 那东方呢 现在是基本上空虚 实际上美国呢 在紧紧的盯着 但是大家的舆论的眼光不在这边 他就可以趁机的下手啊 因为东西呼应了 本身这个格局呢 在中俄联合声明上 就讲得非常清楚 习近平就说 我们跟俄罗斯是 肩并肩背靠背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说 他们没有结盟呢 实际上他们没有结盟 甚至是结盟呢 因为他们的利益一致 共同来对付美国 共同来对付欧洲 共同来对付西方 共同要拓展本土 普京想成为斯大林 而习近平呢 想成为毛泽东 所以这两个狂人呢 肯定会发动 对外的大规模的战争 普京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那习近平的战争呢 也会马上的启动 而习近平启动 对台湾的战争呢 刚开始呢 他可能还占一些优势 刚开始呢 在台湾内部也会 产生很大的一些震动啊 分裂 但是长远来看 只要他对台湾发动战争 那么他肯定会完蛋 西方国家呢 就会全力的阻止他 而且肯定会全力的打击他 而且西方国家打击他 现在有个非常好的理由 那就是新疆的种族秘诀 这个种族秘诀呢 我们知道导致奥运会呢 西方国家全部来外交抵制奥运会 新疆发生的种族秘诀呢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为西方社会军事干预中国政权 创造了一个太好的理由 太合法的一个理由 还不像这个西方国家要介入乌克兰 现在还没有一个理由 未来呢 可能有理由 但是中国的理由是现成的 那就是种族秘诀 就像当年克林栋 因为南联盟在那边呢 搞种族秘诀 所以种族秘诀的理由呢 轰炸了南联盟 那未来呢 就会以新疆种族秘诀的理由 那西方民主国家 就可以军事干预中国政权 另外一个就是他侵略台湾 所以他侵略台湾呢 就是总加速师 最后把自己送进坟墓的林门一角 我们期望 他这个林门一角啊 早点发出来 早点死亡 好 今天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推荐